今年的台語饒舌 海凡現場氣氛 本土嘻哈天團 911即將擔任 基隆年終演唱會 壓軸嘉賓 讓市民引頸期盼 不過活動還沒開始 卻被爆出索票機制 太饒民 911基本上 他沒有來過基隆開演唱會 那這個機會很難得 那兒子上課怎麼拍 我們去幫他拍 學生怎麼辦 學生不知道 我不能翹課 基隆市今年不辦戶外跨年 改在基隆市立體育館 舉辦室內演唱會 票預計十二月七號 在基隆市七個區的區公所發放 演唱會座位總共六千一百四十三席 基隆市每區只分配到六百八十張 不僅如此 因為地點就在信義區 為了蹲親木齡 還特別額外發放五百六十張 給二十個禮 但每一個禮只有二十八張 實在是功不應求 民眾拿不到票一元 更是苦惱 因為都被追著鎖票 無奈的說這不是擾民 什麼才是擾民 網友也紛紛留言說 也就是說全基隆市只有六千人 可以參加演唱會嗎 用發門票的方式 只能淪為民代里長公關用 花了五百多萬 市民卻無法自由參加 邀請到超強卡車來到基隆 還得考驗市府的應對能力 東北季風冷嗖嗖 不要讓市民的心更冷了 三立新聞林俊華林千玉基隆 廣告報道